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原至原灭的问题 提供我们念佛共修场地的黄石标居士 他的往生奉安大典已经圆满 感念他的慈悲善良以及与我们一起共修的姻缘 佛企特地为他出发了一场三十信念 以及告别敬他仪式 不由得想起与他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时的谈话 他说 师父 我们的缘分好深啊 的确如此 会想初次到他府上拜访 不过才是三个月前的事情 当时他神采奕奕 笑容可举 熟料如今却长眠于家族的墓穴之中 人生的无常真是令人唏嘘 一次 释迦牟尼佛在一个叫月音的地方 遇见一位贫穷的老妇人 老妇人向佛陀请法 她问世尊 请问生从何来到何处去 老从何来到何处去 病从何来到何处去 死从何来到何处去 色 受 想 行 事 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地 水 火 风 又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佛陀赞叹老妇人说 善灾 邪后回答说 生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老病死 色 受 想 行 事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地 水 火 风 一切都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就如同两根木头互相摩擦 生出火来 点燃了木头 当木头烧尽 火便灭了 佛陀便问老妇人说 这火是从什么地方来 到什么地方去呢 老妇人回答说 因缘聚合 火便升起 因缘离散 火便灭尽 佛陀点头回答道 一切万法都是如此 因缘聚合而成 因缘离散 则灭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譬如 鼓之所以能够发出声音 也是众缘合合 鼓有鼓框 鼓面 因为有人手持鼓棒 敲击鼓面 才能发出声响 鼓声 不是从鼓框而生 不是从鼓面而生 也不是从鼓棒 或是人手而生 声音的本身 并没有永恒存在的实体 因此其性为空 又譬如画家 先准备好画板 调和颜料之后 便开始在画板上色 最后完成了一幅画作 这幅画不是从画板生出的 也不是从画家的手生出 而是画家运用画板 颜料 在经由自己的手 所完成的画作 这就是因缘聚合产生的 众生的生死也是如此 不离因缘之法 无论是因造罪而堕地狱 或因修福而生人天 都没有永恒存在的字体 这就是空性 只要我们能够了达空性的道理 就不会执着世间的万象为 恒常实有 老妇人听闻佛陀的开始之后 豁然开解得法眼镜 也就是证得了小圣的出国 侍者阿难便向佛陀请示说 这位老妇人是什么样的因缘 可以听闻佛陀的开示 而开解悟道呢 佛陀告诉阿难 这位老妇人是佛陀前世 发愿学道时的母亲 而阿难又问 那这位老妇人为何今生会如此贫穷困苦呢 佛陀说 过去在支留孙佛的时候 她想要出家修行 当时母亲因为爱恋她 而不肯让她出家 她满腹愁忧 一整天都吃不下饭 而这位母亲 也因为障碍修道的缘故 五百世 投生人间 都是贫穷困苦 然而 今生她受尽之后 将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 经六十八亿劫之后 成就佛道 佛陀对月音老母的开示 让我们再一次了解 缘聚则生 缘灭则散的因缘法 以及无常观 无论顺境 逆境 或者是悲观 乐观 一切都只是过程 而不是永恒 因此 行善要及时 行孝 也要及时 就是不要让无常 造成终生的遗憾 或后悔 现在不管是和什么人 见面聚会 包括和连勇同修们 一起念佛共修 佛陀的想法是 见一次面 少一次 这不是悲观或消极 而是更积极的珍惜 每一个当下 唯有看见无常 才会发觉 原来平安 是世间最美丽的祝福 也是最简单的幸福 认识一个人 只需要一分钟 可是忘掉一个人 却需要一辈子 虽然黄石标居士的 色身肉体已经离开 但是当我们在此共修 称灭这一句佛号 拿摩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们的前面 必定有这位 已经往生极乐世界的大菩萨 在带领着我们 加持护佑着我们 也期待 未来我们一起重聚 西方极乐世界 拿摩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